小日照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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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會來跟大家見面啦 大家今天看得出來我的 重點是什麼嗎 好啦 其實我這是仿妝 有人猜得出來我在仿誰呢 好嗎 應該是沒有人 其實我是在仿她啦 大家知道她是誰嗎 她是韓國之前還蠻有名的女星 叫聚合啦 那她這次的妝呢其實沒有很 其實沒有很複雜 然後也蠻漂亮的 就是有一種女神的感覺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她本來就叫蠻漂亮的 不管 反正我今天呢就是要仿這個妝容給大家看 那今天用到的東西也非常簡單 算起來根本沒有幾樣 好 那不多說就直接畫給大家看囉 首先呢先使用這個賴床美白素顏霜 她就是超級適合我這種懶人專用 然後可以快速上妝 她有很多保養成分 所以呢 她是保養品 但是也可以當底妝 而且不需要卸妝 但是要記得洗臉喔 重點重點是她的瓶身設計呢 是真空鴨瓶 所以呢 她就會防止氧化喔 而且她是玫瑰萃取物 所以她是自然的粉色 這個呢 是腸胃微醺眼影盤 她總共有八個顏色 而且有三種質地 首先呢 我們先用玫瑰金 做整個大面積的八點 再來呢 以前橘畫在這個位置 然後膠低喉再加起來 然後膠低喉再加起來 下鎖要輕了 不然啊 會變成替塞油的一樓 再來用呢 紫螺欄畫在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然後再加起來 香檳精把樣抹藏 然後這樣貼水 點綴一下 眼影的部分呢 很簡單啊 就畫完了 接下來是眼線 眼線呢 是極致抗音快乾眼線液 它不只快乾 它還防手震 那我現在就來畫一個 自然感覺的眼線 所以不要太理解 然後再刷上睫毛膏 睫毛膏呢 就選用自然化油 然後再刷上睫毛膏 然後再刷上睫毛膏 就選用自然化油 所以我現在呢 就用霧面可可的眼影呢 畫在這邊 加強臥蠶的感覺 有沒有 瞬間多了臥蠶 那我接下來上了什麼材 所以要用遮起來把嘴巴旁邊 給遮起來 然後用這個糖色的 畫滿整個嘴巴 然後用這個糖色的 然後這樣紅色的畫在這那一層 做一點漸層的感覺 這樣煎層唇彩都完成啦 最後再上一點點小小的腮紅 一樣 那是我們剛剛的眼影 用沉暖橘 因為沉暖橘是霧面的 然後腮紅只有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上來這邊好了 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我們今天已經非常的紅 那今天的仿妝大家還喜歡嗎 我自己覺得還滿漂亮的 而且呢 就最近我朋友要結婚了 我覺得我也可以穿這樣子 然後畫這個妝裙 應該還滿 適合的吧 就是這個妝呢 不僅是仿妝 而且非常的實用 可以用在婚禮 可以用在過年 可以用在打牌的時候 如果你裡面呢 再配上紅色的內衣褲 那就更好啦 所以這個影片不只是你可以看 你還可以給你媽看 或者是給阿嬤看之類的 但是千萬不要給你的朋友看 因為你的朋友呢 也會學起來 然後呢 他就會贏你的錢 所以不要給他拉看 那今天介紹到這啦 大家掰掰 都介紹到這東西 我來玩 對 你在這裡 看 有